改善腰酸背痛 推拿整腹讲师郑云龙 教这一招狐狸摆荡 整体的肌肉要有力量 我会加上用狐狸 来让自己训练腰腿的力量 训练核心的力量 肩胛的力量 深蹲腰杆挺直 脊椎维持平直 正确的训练可以锻炼核心肌肉 也可以减少颈椎负担 曾在中国医药大学研究所 教推拿整腹的郑云龙 自创一套改善肩颈僵硬硬的方法 现在看郑云龙站姿特别挺直 其实他在19岁意外坠楼 插点全身瘫痪 他说他是后来长期 学习太极和武术 做复健才重新站起 这个动作在保持核心稳定的状态下 去振动我们这一根棒子 所以你的身体是要有点弹性 才能够振动得了 稍微做手臂的放松 做完训练之后用滚筒 让自己的身体更放松 水和作用更好 身体里面肌肌膜里面的水分 可以做更好的交换 所以帮助我们代谢一些疲劳等等 郑云龙曾经在中医诊所 做推拿医疗 在临床第一线的现场 观察到不少患者都来求诊 全身的酸痛 其实跟长期姿势不良有关 像是驼背 半躺半坐 都最脊椎杀伤力很大 长期下来会出现骨刺 脖子僵硬 肩颈筋膜炎等症状 除了平常姿势要注意端正 饮食吃进口里的食物 也尽量减少吃加工食品 才能降低身体发炎的机会 在一期早餐我们非常重视 我们叫做抗发炎饮食的原则 其实我们就是第一个原则 就是好油 好油 好糖 好蛋白质 不只每天做脊椎健身操 郑云龙的餐桌食物 也都有营养分配 每天吃一些鲑鱼 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 低热量的玉米 拔辣和苹果 则是补充纤维质 还有核桃 坚果 摄取好的油脂 好油就是说我们会去用 那个新鲜现炸的苦茶油 或者好的橄榄油 然后再来就新鲜完整不加工 就尽量不要吃一些加工食物 现代人长期弯腰驼背 坐在电脑桌前 或是低头滑手机 都容易造成肩颈腰部 出现疑难杂症 随时提醒自己 姿势正确之外 每天再花10分钟做舒缓脊椎 伸展背部的动作 加上补充营养能量 就能改善工作后的疲劳酸痛感